很简单的想法 例如一个chamber 我只是有两个electron放电后 有个plasma在里面 我塞个sample进去 然后加个负电压 那些政治自然会打进去 而且围着打的 我不管这个是圆也好 四方也好 三角也好 全部都打完 不是好像太太拉 我已经叫line of sight 那些就是光 譬如我都遮住在那里 我会有个影 这些不是叫line of sight 是四方方面打过来的 因为我有个negative voltage 所以什么都打过来 这个phosphate本身就叫做plasma inversion 就是浸没 把东西放在plasma里面打 有什么好处呢 特别在医学用途 因为很多我们所做的东西不是一个平面 就是构骨 成构骨那些构骨是怎样的 你怎样去treat所有的东西 其实在液体里面很简单的浸下去 做些deposition 做些什么 那些气体来说 你要打line of sight是很难的 在我们的基础二 因为我放了它之后 我可以把这个药放在negative voltage 然后什么都要打 可以变成一个很容易的process 这个process很简单 或者看看什么叫plasma 什么 它要来产生plasma 因为你给它一些能量 譬如它可以用 radio sequence 可以用microwave 也可以用DC也可以 只不过其中一个example 你产生的process是给它能量的 它不是不能做的 这是一个coupling process 这个我们在镜业里面看到发光 这个是一个process 产生了 如果你在上面就直接打光它 我们这个process的好处就是 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是效率很高 就是我不理你 譬如我们做些东西 除了做医学之外 还做很多工业上的应用 比如做些油斟 那些东西 我整个整米这么长的 都没有问题 都可以摘下去做 这个应该很重要的就是 我不理会有多大 我的treatment time 就是一样的 就是我同时打下去 所以我的power supply 可以顶得住 我可以提起这么多氧双就可以了 这个process很好用 如果其他有很多process 这个都重要 可以做一些较大一些 和我叫 irregular shape 的sample 就是说骨头啊 心扮膜那些 我应该会讲一讲 这个是我们的lab 如果你们拿进去成大 可以去参观一下 我们的机体都很大 现在你看不出有多大 实际这部机 我想你塞三个也行 如果肥的不行 这部机有多大 这部机有1米的大一米 1.2米 你不可以站直 就是进去坐下 如果你可以自己撕下 自己都可以去试下 就没问题 就像日本人 小小过去 我们有两部机 这部大机 这部叫小机 小机都不小的 都是0.7米高的 这部机 我用来处理一些 普通较为大的物料 包括了生物材料 这部小机 我用来处理一些 平面的sample 就是半导体 例如我们做一些 computer chips 那类的东西 我用这部去做 这是一个clean room 即是潔淨室 里面很干净的东西 因为我们做一些 semiconductor 这些是我们的硅片 silicon waver 12寸 这些就是要用来做 computer official material 你怎么做computer 那些chips 那些pantium 那些flash 就是用这些物料去做 那我们是做一些 这些工作 去做半导体 但今天我们所讲的 就是讲生物 其他如果有兴趣 或者我可以迟些 再share 我们其他一些工作 ok 在这个chamber里面 有很多事情会发生 除了我们做 processing working 之外 其他很多很多事情 我今天暂时不讲 因为这个grap 我是教书用的 这个process里面 有很多事情可以用 除了我们做 譬如我们注入 也可以做做 道摩 也可以做etching 也可以做mixing 等等很多事情 暂时这样 如果有问题 我应该再讲这件事 或者我讲一讲 有这么多个问题 因为如果你打算加了电压 那些磊子打进去 那会有个电压 是吧 譬如你加5kV 5kV 那些磊子打进去 就有5kV 是吧 它是自动吸进去 那叫加速 那叫加速 那怎么加速的磊子 就是我们用本身的sample 那个motor去加速 那打进去之后 它有些能量 那它打进去之后 它就不会在表面 它打深一点 ok 有两个东西 一个叫破坏 叫damage 比如有些普通的物料好地地 你打一些磊子打进去 它都不会打散 那有个damage zone 这件事大家都会见到 譬如那里头也是 好地的 有10个磊在那里 一滚滚过去之后 就撞碗了它 那样的 那些原衣一波的牌都很整齐 你打一些磊子打进去 它有些能量会打散 那这个叫implanted damage zone 如果你照一个被电烟来听 就发觉它是一个amorphous 或者是一个damaged layer 比如polycrystalline 所以变成它有一个好处 然后它是不好处 相对来说 譬如度膜 我们叫deposition coating coating都很常用 譬如在深圳很多厂都做coating 譬如那些装饰品 玩具都做coating 譬如它表现不处光滑 做一层太金属上去 会硬些 那倒膜 原来你可以见到 有一层一层的倒上去 这个是一个cross section 你看到这些膜 那样倒上去 这个case 都ok的 但是有个问题存在 就是说 当你有不同的物料 它会脱落 就是你说 我本身是一个女的材料 我要倒一些太青年上去 太 但是它本身是不对的 你要看它 实际上有些问题 有些学问 当然它会做些东西 譬如有些graded stone 或者用一些高温 这样做 但是相对来说 譬如它的sermic extension 也不同 其实你热起来 一个脱得快一点 要脱得慢一点 它会脱落 那倒膜的问题 就是说它做得很厚 这两个材料 和它的subsid可以不同 但是它会脱落 那链身机前 就不会脱落 为什么呢 它打掉它之后 它会没有interface 你看到吗 它这里有一层一层 这里是没有的 相对来说 这个 process 就稳定一点 特别在医学上的应用 这个 process 会好一点 譬如你个人 我会说做关节 你会动的 那人动的时候 就会脱落了些肺 那就麻烦了 它脱落了不止 不止那个物料不好 还漏了些东西 你看到你个人里面 多了些东西 不知去了哪里 去了你的肺 就是痴肺 是不是 那就不太好 这个 process 本身就好一点 但是问题在哪里 就是说 你用能量挨在它 就不会很深 就是你的能量有限 那变成了我使用的 services 就比较薄一些 有个问题的 如果你要Ware得好快 其实要磨得很紧要 这个 process 是没有这么好的 所以从工业来说 你经常要磨 比如汽车的engin 就这样 rub 这个 process 会好一点 因为它会耐磨一些 因为它厚的 这个 process 会没那么厚 但是它有 它的方言有优点 那我们做完 一两个都做的 为何我们做的 做法呢 如果我要做implantation 我电压加高一点 然后加到10个kb 是负10的 我打到负10的 但是打得很深 那些deposition呢 我加0.1kb 行不行 很低很低的能量 所以它打来 没有什么能量 就变成了deposition 它不够能量去penetrate 它的surface 所以我们可以控制 我们加个能量 它变成了由一个 叫deposition 去做implantation 这个很容易做的 我们一直都做开 我再讲一下我们今天所讲的 这个是鸡蛋 如果我教书 我一定教三天 为什么呢 一堂就教不完 我只是讲等理智的Cysics 都讲三天 大家都不知道我讲什么 如果你想知道 就考虑理程态 你读一下我的科 才来 但是要读几个月 才知道我所讲什么 但是大家 我最主要的都不是说 等理智是什么 而是我怎么应用它 实际我们现在 做的有什么好处 但是我所讲的就是 我等理智 就是一些鸡蛋 打到一些物料 都给它改变了 OK 大家先知道 我们在我们是不是做的 有很多 我们做过 例如香港大学 医学院 和一间瑞士的drug company 做了一些脊椎 咬症的物料 我今天会讲多些这些 或者如果你前一陣子 在星岛好像都有一篇文章介绍过 我们的合作 Kent 也都讲过 怎样脊椎绞绞绞 例如脱椎绞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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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 如果脊椎绞绞绞绞绞绞织 如何做呢 可以吃药 如果你以为太严重的话 没有办法 那么我们去找医生 去看医生